一个扣令一个动作 面对共军对台威胁日益俱增 国军战备工作也持续强化 但日前华尔街日报斗大标题 却指出台湾兵力不足 无法和中国一战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正面回应 邱国正投诉华尔街日报 开宗民意就先强调 台湾不会向中国投降 并说2012年转为募兵之后 国军已经变成精锐劲旅 基本勤务则外邦民间 并将在2022年设立专责 全面国防动员机构 尽管对国军有信心 但仍有立委认为 台湾四个月议期时代太短 立委追问之下 邱国正松口将认真思考 是否延长一期 毕竟和其他国家相比 新加坡 韩国 越南等 都是一到两年 立陶宛 瑞典也在近年恢复真兵制 台湾四个月确实相对较短 但延长真的比较好吗 你如果当了一两年 然后你也没做超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也没有意义啊 团体里面有心想要训练 那你有那个心去训练的话 时间不是问题 当过兵的跟还没当兵的 都一口同声 时间长短不是问题 究竟要不要调整 立委也持开放态度 义务役呢缩短为四个月 费用的支出上 会占的相当比例 另外也会影响到 我们未来后备战力的总人数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公共政策 大家可以充分地讨论 台海局势备受关注 面对强权威胁 台湾站在第一线 要如何增强国军战力 也成为档物之急 三菱玄 黄道 孟志凯 台北本 咱们 参照